我是小琴画画 我们今天还是要画不同形态的荷叶 因为一幅画呢 画一幅荷叶呢 要有不同形态的荷叶 组合在一起 那我今天要用的是大的提头笔 画荷叶 还有一个白云 大白云 生轩纸 我现在把毛笔啊 这个大的提头笔啊 充分的给它打湿 并且呢 笔里面的水分要有 也比较足 我们现在呢 我们调一点末 调蛋末 往那 让把这个蛋末呢 往那笔后调 我的笔呢 基本上都平在这个盘子上了啊 因为我要让这个蛋末呢 往那笔度后面去走 好 稍微再来点重末 看啊 这个时候呢 我就可以不调了 因为我现在末都已经分开了 我现在可以把它充分的 可以啊 先画的这个一个离我近的一面啊 离我近的一面 你比如啊 我们今天画一个是侧面的叶子啊 那一半也看不着 所以说我们画要注意点这形态 注意现在我这个第一笔呢 是比较重 是吧 你看 并且呢 有浓蛋都出来了啊 我现在笔上水分已经没有了 我现在还需要再加水 从笔根处加水 但是我现在墨不要沾 我只需加点水就可以了 现在这个叶子呢 是要让它有个侧面的感觉啊 再加点水 我稍再加点墨 不要加太重了 啊 这个墨就不需要太重了啊 不断的再加点水 加点这个蛋默 往上走 你看这个侧面叶子 我们可以稍微 有些地方不足 我们可以修一下啊 好 现在呢 我们这个拌的叶子呢 基本上是把这个形状呢 给它画出来了 所以外形要注意 这个缺口要有 另外呢 我们要注意这个墨色的变化 我现在把那个筋给它画一下 画筋的时候呢 也是要淡默 不要太重啊 也不是说太太淡默 就是稍微中等偏淡一点 啊 中间一个 然后我们往 把它筋啊 给它走一下 这个叶子呢 它是侧面的叶子啊 侧面的叶子 画的时候呢 要有侧面的感觉啊 只要你画上去 每一笔都会有的啊 你看我现在这个侧面的叶子呢 呃 基本上是画完了哈 我现在把这个椰筋再给它深入一下 画椰筋的时候要活一些 不要卡得太到位了 要灵动一下啊 灵动一下 啊 好了哈 这个叶子基本上就画完了 如果你要觉得还是稍微有点这个 我可以稍微蹭一点 你比如 哎 把它干笔给它蹭一蹭 让它跟那个 一筋呢 跟那个面 给它结合一起 这是侧面的 荷叶 谢谢你说这些 没有 入子